军方决定派出训练已久的迅猛龙 通过气味秀出暴虐龙的位置 指尖数指迅猛龙搜的冲锋 帕哥就驾驶着小摩托一路随行 没一会儿 迅猛龙就停下脚步 成功找到了暴虐龙 哪知这头巨龙 居然和迅猛龙交流了起来 小伙子们 俺可是有迅猛龙血统的呀 管我当爹可不过分吧 结果迅猛龙搜的就转过头 面向后面的特种步兑 大火箭是不妙 立马就一顿火力输出 随着火箭炮一发过去 尽管暴虐龙被轰得直趴在地 但战斗力顽强的他 还是爬起来逃走了 而帕哥一行员 也被三头巨猛龙团团包围 可作为专业巨兽师 帕哥缓缓伸出手 就成功说服巨猛龙加入自己阵营 就在这时 暴虐龙来了 哪知巨猛龙看向帕哥 就回头对着暴虐龙猛龙怒吼 结果 其他两小指尖撞 立马就冲向暴虐龙进行一番撕咬 但碍于体型烈士 迅猛龙还是给抬走了 眼见形势危急 小美集中生智 居然放出了霸王龙 双龙巨手 就对着彼此一番嘴臭